在和美有一个够修理好家庭 经济状况真不好 在妈妈不幸过心了 老下室的业未成年的孩子 最大恨的女孩也只有17岁 在中华管政府知道了 跟组成团体来联络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处理 选中的汇用 另外和美丁中林根仁 也跟和新组成会 做会送他们为问金 帮助他们先度过面前的难关 和美一名够修理好新婚的 夫人人过心 老下室的业未成年的孩子 夫人人也没老财产 让送中汇用出现困难 中华管政府 因此母的核主成团体出面处理 和美丁公司也出面 希望可以帮家庭度过来的难关 这个好 另外这个是我们 只要我们和美镇的证明 死亡我们都有一个 和美丁中林根仁表现 事情已经发现 说部门可以做的 就是尽力处理家庭 就处理后面的事 关乎这边也有关心 小孩后面的状况 今天来慰问我们 王姓女士的家属 因为她前几天 四次留下四个小孩 今天跟我们 招化卸社会处 以及核心 慈善瑞的理事长 来关怀这些 幼小的朋友们 这四个小朋友 最大的只有高中 最小孩在幼稚園 今天来兵语馆 这边来关心她 那你交代我们 张华县社会警员 要持续的立案 来关心她 后续的一些 救折 还有护养的问题 老师啊 这个 王姓女士啊 十次留下四个小孩子 需要帮忙 所以我们核心 资讯会 大家很允语 建议一并赛款 来关心四个姐妹 让她们 希望她们勇敢 面对 一些些 让她们 可以就是多受伤 补助她们 有人的女孩表示 爸爸都在关心她们的状况 自己和弟弟妹妹 也会拳击起来 感谢社会国家 给她们的帮助 新中华新闻里面 红和米 蔡宏博德